郭次議員 主席 我覺得立法會應該是一個很莊嚴的地方 但是我看回財委會 不要說上一次 今次好像街市一樣 其實很多人在看我們開會 很多學生在學我們立法會應該有什麼規矩 我們有什麼議事規則 主席如何處理整個會議 如果那個組織完全沒有規矩 主席、會長、大佬 他說什麼就什麼 有些社團大佬說什麼就什麼 我們不是 我們有議事規則 有規有舉 就算是一個學生會 立案法團 這個公司的股東會 有它的規矩 於是主席是按規矩做事 就算有些社團是沒有規矩 它都有一套標準的潛規則 說明怎樣才可以決定一些事情 其實現在有些社團都很民主 我自己又覺得 這次主席在這兩次會議裡 為何令到我們這麼憤怒 也不是我們在裡面憤怒 在外面看著開會的朋友 都覺得 為何會這樣呢 我要指出 37A說得很清楚 無需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 就該議程項目表達意見 為該議案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 並獲過半數委員同意 應立即予以處理 我覺得主席是沒有跟這條37A去做事 為何這麼說呢 上次張超雄議員六百多條的議案 今天黃毓民議員三千零四二條 他剛才說的 其實主席你是需要做個裁決 我就算你看完之後 你說所有這些不符合都是一個裁決 甚至乎 這個是無經預告的 你告訴別人 喂 永遠都無經預告 那你就整天遞上來 那你就畫一條線 於是在線上我們就可以遞 線下面就不能遞